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作为 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性格还蛮火爆的 一点小事就惹起了火 做事情也不是很定心 一点不顺心说不干就不干 所以来来回回根本都难稳定下来 不过过了35岁之后 数码人的脾性会开始收敛一些 加上家里的压力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得做出改变 好在数码人本身是很旺财的 所以只要一好好做事业 就必定能够码到成功 财富越积越多 非富极贵 后半生钱财更多 生肖鼠 生肖鼠的人心地非常好 他们对身边的人都非常好 而且他们智慧双全 非常睿智 又能吃苦 虽说在35岁之前一直过得比较辛苦 但在摸爬打滚中 数数人能够渐渐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来 过了35岁之后 人生大方异彩 不是富就是贵 后半生更不缺彩 有钱得很 12个生肖 这四个生肖性格最好 心地最善良 属狗的朋友要都注意 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或其他方面都会有所不同 比如有的人漂亮 有的人善良 有的人却是阴险狡诈 当然 这跟人生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能完全按照属相来看 不能说全部都和属相相关 但也会有一定的言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12生肖中哪些属相最善良 生肖牛 生肖牛是一个非常老实尊厚的生肖 他们对人对事都是非常忠诚的 而且绝对忠心耿耿 任劳任月 知恩图报 是一个没有太大的远大理想 只求生活宁静 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幸福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生肖 也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生肖 他们很好很善良 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身边人的感受 也会深深处地为了别人的利益着想 很多时候也是能够忘下自己的脾气和抱怨 帮助别人完成别人急切想要完成的事情的老好人 没有脾气 性格随性 生肖兔 生肖兔的性格软软的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 非常纯洁的一个灵魂存在着 这样说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生肖兔的确是一个非常甜心 非常可爱的一个生肖 他们对人对事都能将心比心 其实生肖兔是一个心理非常善良 也非常好说话的一个生肖 经常因为一顶点的小感动的事情 就能够哭得稀里哗啦 是一个非常懂得感应的好生肖 懂事把帮助过自己的人牢记在心里 想着有照一日一定好好回报 生肖养 生肖养也是一个老好人 其实生肖养非常看重友情的 因为生肖养本就是不太主动的一个生肖 所以身边的好友基本上都是对方的主动 才有了双方彼此间之后的故事和感动 生肖养是一个非常珍惜朋友的生肖 他们会尽力满足朋友的需求 很多时候也很愿意为了朋友 制造出一些惊喜和浪漫 矫尽脑汁为了朋友付出 甚至是为了他们在学业上面有所耽误 其实在生肖养的心里面 那有什么比孤独还可怕 生肖狗 生肖狗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肖 他们很容易就因为身边人的一些不经意的话 或者是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 而受到伤害 并且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生肖狗其实是敏感的 也是非常在意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形象的 他们怕自己做得不好 怕自己不能被身边的人肯定 怕自己不够优秀 像这样善良又总是把问题的根本 原因都归用于自身的生肖狗 当然是最好最善良的了 有些生肖的人到了晚年很享福 锦衣玉食 而且毫无烦心事 子孙又孝顺有加 但是有些生肖的人到了晚年却很悲催 做啥都不顺 晚年还要为生活奔波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哪些生肖的人到了晚年最享福 一起来看看吧 成肖猴 属猴的人生来有极心普照命宫 为人乐观进取 豁达耿直 人脉宽广 从前多出征于平凡家庭 但通过本人在专业上的竭力基地 经常能够取得不错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而到了中晚年福气也是不降反升 不止身体健康 而且财风力达 这时的死孙身份孝顺 而且婴儿本人可以晚年无忧 生肖羊 羊年出生的人天性乐观 为人正派 是命中携服带财之人 但苦于家庭环境制约 早年发展多有不利 缺乏大展拳脚的平台 经济情况相对困难 而这种不利的情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持续的努力之下 他们的事业会越来越兴旺 往往能够后继勃发 越变越富 终晚年享福 生肖龙 生肖龙之人不仅工作努力 而且对待他人也很大方 加上聪明机灵的优点 所以在人生发展过程中 他们贵人很多 年轻的时候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生肖龙之人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 哪怕日子再艰难 他们都不会停止脚步 一生兢兢业业 勤奋刻骨 所以积累一下丰厚的家产 到老来 他们也最有儿孙之福 让人十分羡慕 生肖狗 狗年出生的人 待人亲切 勤奋正直 既有正义感 他们是平凡之人 劳碌而奔波 他们一生都在不停的奋斗之中 然而年轻的时候 他们不惜张扬 只懂埋头苦干 所以 往往因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而造成事业上的不顺 很容易就措施发展的机会 不过 随着性格的逐渐成熟 他们开始慢慢走大运 赚大钱 越便越富有 更能安享幸福晚年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身体一直都很健壮 他们很懂得生活 能够把握好赚钱机会 和身体健康尺度的人 并且生肖虎的伙伴们 他们的财运和运气 一直都很不错 自然生肖虎的伙伴们 他们会拥有赚大钱的机会 再加上生肖虎的伙伴们 他们自身的能力 也还非常不错的 因此 今生能够积累不菲的财富 老年就衣食无忧 想进天轮 生肖虎 生肖虎生肖虎生下来 就有一种大家的气质 他们对于任何迎头小利 都不会太放在心上 他们的金钱意识不是很强 所以大手大脚的他们 如果去抽奖 不会太在意关心自己的钱财 以中奖为首要任务 大批量的买进彩票或者股票 这样的豪情难道还抽不中吗 但是需要谨记一点 千万不能让生肖虎自己管钱 他们没有任何理财能力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生来就有着出众的观察能力 总是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财路 而且能够把握之机会 抓住属于自己的财富 虽然这中间吃的苦不会少 但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 年轻时吃苦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等到过了40岁左右 必定能够得到富贵的生活 真正的早年越吃苦 晚年越享福的生肖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都非常老实忠厚 他们待人也非常的真诚和善良 这样的他们注定有福星高照 但是他们的福气一般都是在后半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生活就非常的艰苦 因此他们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时候 还经常因为真心善良 而常常被小人利用 付出的努力往往幻化为泡影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们的福气才开始变得有所体现 越老运气越好 一气晚成一夜暴富的三大生肖 其中有你吗 越老运气越好 大气晚成一夜暴富的三大生肖 属马 属马的人属于年轻的时候爱玩 到处闯荡冒险 却难以安稳下来的类型 对于他们来说 年轻就是本钱 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充满活力 去探索世界上的未知事物 对于他们来说 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属马的朋友命格中木战旺 火为福 表示他们到了中年土旺 则财旺事业顺 尤其是到了35岁左右的年纪 他们将会扎根一项事业 更容易获得成功 到时候 钱财地位俱来 作用百万财产 属鸡 属鸡的人性格谨慎 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比如说存钱 理财 但属鸡人的人命格有水旺之势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才记不忘 事业上也难以稳定 在一个工作或者行业中 对于属鸡的朋友 在年轻的时候不能求稳 反而是多尝试不同的工作 能够为他们自我能力提升带来好处 工作和事业也是越换越好 到了30岁之后 会拥有一夜暴富的本钱 属牛 属牛的人老是敦厚 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 常常会受到别人的欺骗 一向老实巴扎了他们 在年轻时代没有少吃苦头 但他们具有很强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 能够忍常人所难以忍受的痛苦 所以到了中年以后 属牛的人靠着时间和毅力 往往能够将竞争对手全部打败 最终站在事业巅峰的必定是他们 名利双收 大气晚成之复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心里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